辛苦了 好了 我知道妳很辛苦 但是妳很勇敢 真的辛苦了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 蠻辛苦的 我覺得環溫妍妳很棒 妳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 最後結果好不好 但這個過程妳永遠都不會忘 其實我知道身體真的很累 但我很開心妳堅持住 以後只停了面對 任何挑戰的時候 不要再去逃避她 只要有努力 絕對是會有收穫的 我自己喔 辛苦妳了 這段時間的 過程 回憶都會成為妳很好的養分 告訴自己說 其實妳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厲害 妳要學會謙虛 妳要學會學習任何的事 我很謝謝那個沒有放棄的自己 就是從一開始 我不太想要去 積極爭取上場 到我有信心可以跟 小潔說我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 最重要的 自己應該要把這段時間 當作是自己 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不管是好的壞的都要記在心裡面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往自己之後的更多目標邁進 我能跟我同世代的人 我能站到上位的話 這個是我的目標 這一點來比較 我真的覺得其實我沒有那麼厲害 這冷吃力 但是我熬過去 我們都可以學習變得更勇敢 先不要預設 自己到底行不行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記得 我不是一個人 我一路下來我也 無怨無悔 然後 我也付出了 我最多 最大 然後 我覺得 可能就是 真的跟自己講的就是辛苦 謝謝你一直相信你自己 然後一直堅持到現在 就是腳受傷的時候 你也是可以哭一哭 然後就趕快把這些情緒解決掉 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 我覺得你不後悔 我在這裡面真的是 百分之百的去享受跟體驗 我現在只想跟自己講 我做得很好 其實一開始我 早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辛苦了 我的腳 我的手 我的頭 我覺得 我做得很好 還好我撐不來了 謝謝自己 這麼的拼命 然後創造了一個 這麼好的回憶 對我來講跟拍戲是完全 我很喜歡的一個 一個 一個節目的一個方式 感謝我自己吧 就是當初決定要來 參加全面新運動會 讓我的 運動生涯跟人生又熱血一次 希望我要繼續保持 愛運動的初衷 辛苦了 好冷 我一開始我50公尺游不完 現在我游泳很好很厲害 我一開始根本不知道 跑步的時候大腿要抬起來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你很勇敢 這個過程中有過懷疑自己 有過想放棄 可是謝謝你做到了 真的是永不放棄 只有努力再努力的這條路 才可以讓你自己進步 這一點我覺得 田一令他做到了 真的辛苦了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 蠻辛苦的 雖然身體上很累 或是瘦了傷也很多 可是我覺得 內心真的很豐富也很滿足 就是我想要對自己說 我就是有撐完這一整個賽季 就是對自己很驕傲 就是除了別人肯定你 你要肯定你自己 你真的做到了 從小你就是愛運動 那你對他的熱忱 要一直保留到 不管你80歲 90歲 到你不能動那時候為止 我覺得蕙蕙營你很棒 你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 最後結果好不好 但這個過程 永遠都不會忘 其實我知道身體真的很累 但我很開心你 堅持住 因為你之後回頭看看 你還是會很慶幸這四個月 自己真的有貢獻到什麼 以後只停了面對 任何挑戰的時候 不要再去逃避他 然後也絕對不要 覺得自己很爛 因為只要有努力 絕對是會有收穫的 現在小艾薇變大艾薇 劍明星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小艾薇長大了 謝謝全明星你怎麼會 沒有準備好沒有想好 真的不要來 你來的就是害人 尤其會害到我 只要你願意 我覺得不會的到後來 你都可以去成為那個 最重要的那個角色 我當然是希望 第四季的隊長呢 能夠清出於欄跟勝於欄 進來之後能夠 付出你們的所有 因為你們一定會很懷念這段時間 不要看我們好像很辛苦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一定會獲得很多 之後來這邊的學弟妹喔 你們可以多多參考一下伊寧 我相信你會聽過無數次 很多人都說 真的很累真的很辛苦 這真的都是事實 什麼都不要怕衝就對了 做好情緒準備真的 他不是人呆的 他中間太多喜怒哀樂 如果你差不多170 你就會跟我做對比喔 最好是贏過我喔 我們延續小個子的精神 好不好 只有一句話 只要你們需要我 我就會到